而再來看到現在呢 雖然有避免行人地獄再度發生的 行人路權法規已經通過了 騎士都要禮讓行人 但是我們帶您看到 在台北市的鬧區街頭 畫面中這一名女子呢 她在馬路上逗留 抱著她的狗狗 或者是幫她狗狗調整位置 坐舒服一點 但殊不知呢 行經而來的騎士 擔心會撞上她自己擊殺 結果車輪鎖死來摔車 導致她身上嚴重的受傷 而事後將這名女子 已故意傷害告上了法院 而最後法官判決 認為女子在馬路上逗留抱狗的行為 其實有因果的關係 最後是判她有期徒刑三個月 可以一顆罰金 蓝衣女子站在斑馬線旁 抱起愛犬放進推車 正要起步過馬路 結果一名騎士擊殺朝她衝過來 前方就有一個小姐 然後她走沒有走斑馬線 然後她牽著一台 貓小孩的娃娃車 那我看到她的時候 我人已經沒有煞車是 幾乎就是直接會撞傷 所以我就擠殺 那我就滑出去了 指著腳上的尚要43歲 張姓騎士是一名長兆員 意外至今半年 傷勢都還沒痊癒 而地點就在台北市萬華西藏路上 其實這個路口不管是行人還是車輛 都是閃燈耗炙 當時被告王姓女子就是推著寵物車要過馬路 結果騎士就在她10公尺處摔車 騎士擊殺就是怕撞到人 沒想到自己先摔車 告上法院 對方始終認為跟自己無關 她跟我距離大概有89公尺遠 她是摔車 而且我還好心走過去 我想說如果現在是我的小孩 也是需要人家幫忙 因為當下沒有人 我要問她說你有需要幫忙嗎 法官認為被告王姓女子當時沒走斑馬線 也沒注意左右來車 加上雙方多次調解都沒結果 一過失傷害罪判刑三個月 可一顆罰金9萬元 還可上訴 女子這回推寵物車過馬路 沒想到沒走在斑馬線 竟然扯進一場車禍事故 甚至害得騎士受傷 開庭時想推脫跟自己無關 沒想到最後連法官也不認同 DV新聞產品訓 黃金芬台北報導 好 騎士殘酸的畫面 讓很多人看了都覺得非常的不忍 也確實行人在過馬路的時候 伸張自己入權的同時呢 也要多多相互體諒才對 像我們線上威廉就說 看到要過不過的行人 有的時候也會蠻猶豫 蠻無所適從的 我們今天社會大搜查線呢 邀請到我們社會組的記者郭穎 來到現場 郭穎晚安 主播好 各位觀眾好 好 郭穎其實剛剛看到這個法官 將這個一顧故事傷害嘛 這樣最險 然後判處他九個月的徒刑呢 其實這個法官是不是就想告訴大家 有事沒事不要在馬路上逗留啊 不然害人又害己 法官的見解又是什麼呢 對 就是像是今年修法之後 也是大家一直討論這樣的話題嘛 那今天這個案例呢 大家又討論說 那這樣子到底 跟這個行人到底有沒有關係 那我們回到這個事發的這個事件呢 可以看到呢 其實當時其實在這個路人呢 在這個過馬路的時候 他其實之前呢 是從這個人行道 從這個人行道這邊呢 是一路的要往人行 那個斑馬縣這邊走 對 那但是呢 他走到這邊的時候 已經到馬路上了 他突然可能覺得說過馬路的時候啊 可能牽著狗這樣子走 可能狗會不安全或怎麼樣 他就在這邊整理了一下 然後並且是把那個狗呢 是抱上他的推車 那在這邊弄了大約20秒左右之後呢 弄好了要往前走 但是呢 他沒有往左邊看 沒有往右邊看 就是說他沒有注意到整個路況是怎麼樣 那他一往前走沒幾步 當時呢就有這個騎士呢 是執行往前 因為這個路口呢 是這個閃燈的狀態 也因此呢 是沒有直接剎車的 那往前衝是整個來不及 那就看到呢 這個路人是要往前衝 那就直接剎車 用力按下去 結果呢就打滑摔車 那事後呢 雙方呢 也就因為這件事情就上了法院 那就打官司打了一陣子 那現在呢 這個判決出爐 那這個行人呢 當時是一直主張說 欸我只是站在路邊啊 我沒有去碰你 我也沒有幹嘛 那不管我的事 那到底有沒有關呢 法院呢 最後是做出判決了 他是說呢 因為這個台北地院審理是說 因為女子穿越馬路的時候呢 其實他是沒有注意到這個左右來車 沒有注意到路況的 加上呢 他其實自己也是有一點違規狀態 也因此呢 他闖越馬路跟這個騎士受傷 是有因果關係的 最後呢 是有判他依這個過失傷害罪 是判女子這個三個月的徒刑 也就是說呢 這個案例呢 他必須得繳交9萬元的罰款 來作為他等於說是一個學費這樣子 確實 而且我們看到女子 她沒有走在斑馬線上 雖然她一開始可能意圖要走往斑馬線 而現在很多行人呢 也會覺得說 欸我現在呢 不要行人地獄 行人有優先的路權 這不是大家違規的免死金牌 在這邊也要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還是闖紅燈 就算你是行人 是不是也要附上一些民事 刑事甚至罰還的責任 對像是今年修法之後 大家都會說是不是行人帝王條款又在升級 因為最高是罰6000塊 那有很多人都覺得很害怕 就是經過路口 都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違規狀況 不知道到底該讓還是不該讓 那其實呢 警方針對這個民眾的這個疑惑呢 也都有做一些解釋 那像是這個 有這個警方呢 就是有做一個圖 就是表示說呢 到底該不該讓呢 就是說 因為這個行人在過馬路的時候 不管是不是紅燈 在過馬路的時候都是要禮讓的 為什麼呢 因為就算行人是違規 但他呢 過馬路的時候 他其實 比較講白話一點 就是有絕對的路權 不管你是不是違規的狀態 你只要過馬路 汽機車都是要禮讓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規定 因為其實呢 過去的這個案例都有表示說 其實行人不管過馬路 不管有沒有違規 發生車禍被撞 通常都是比較嚴重的這一方 是比較弱勢 對比較弱勢 所以他可能會想要保護一下行人 才會 法規才會往這個方向來修 對但是呢 但是呢就是說 過馬路是不是絕對路權 有沒有這個疑慮呢 警方是表示說 雖然呢 這個有帝王條款 講難聽點就是帝王條款 但是呢 有沒有這個疑慮呢 其實行人過馬路違規的時候呢 是會被挨罰的 有600到900元的這個罰環 不過呢 在發生車禍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行人 是有相關的這個民事和刑事的責任 也就是說 不是這個沒有碰到你或怎麼樣 你只要違規就是有一些刑責在這樣子 像剛剛那個案例也是這樣子 不過呢 行人違規規規規 他就有解釋說 其實那行人違規的時候呢 是跟這個駕駛的行為呢 是兩個獨立的事件 也就是說呢 行人違規規規規規規 那你該怎麼辦 要怎麼罰他呢 其實就是要來事後的檢舉 來另行告罰 也就是說違規行為發生之後呢 你再慢慢的去這個告發 或者是做一些申訴的動作 那駕駛呢 無論如何呢 都是在第一時間必須要離讓行人的 也因此呢 被稱作是帝王條款 但是呢 不管是汽機車的這個駕駛 還是行人 都還是要再注意一下罰規才行 嗯確實喔 因為如果發生事故撞上了之後 這涉及到傷害 或有一些刑事的刑責 還有民事的求償部分 不管呢行人是不是有絕對優先的路權 這方面其實大家真的都是要多多留意 少一分事故 少一分麻煩 也確保自己的生命安全 但是其實呢 也有國外來的youtuber 發現台灣一個蠻特殊的社會現象 就是大家呢在趕紅燈秒數的時候 都會喜歡先跑著過 然後趕快要度過的時候呢 就會開始慢慢走 欸其實說實在話 我自己是這樣過癮也是嗎 對就是說這個有趣的這個報導 這個新聞 這個影片出來之後 好像發現自己過馬路的時候 也是這樣的一個狀況這樣子 對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這樣的一個現象呢 那這個現象其實是一個 美國的這個網紅所提出來的 他這個叫做催璀璨 那他來台灣的時候就發現說 欸怎麼會有這麼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呢 行人在過馬路的時候呢 在這個前半段的地方呢 他其實是看到紅 要快要變紅燈了 他就趕快用跑的 但是呢他不是整段都用跑的 他到中間 過了這個分隔島 或者是到對象的時候呢 他就會突然慢慢走 就算呢剩三秒變成紅燈 他還是慢慢走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現象呢 其實就有這個網友呢 也就有趣的說 欸這是不是有什麼特權啊 但有人說是不是跑到一半就沒力了 這樣子 但其實呢 還有一些比較就是 專業的見解的這個網友呢 就是說其實呢 這樣通常會發生在一個 比較順向的時候 也就是說呢 你過馬路的時候 你是右邊的車輛 已經正在等紅綠燈了 因此他是靠你很近的狀態 所以呢你會擔心說 可能突然變成紅燈啊 車子往前衝 你會就會有危險 但是你過了一半之後呢 你到了對象 對象的這個契機車呢 是在馬路的另外一邊 也就是路口另外一邊 在等紅燈 也因此呢 他們會覺得說 欸好像在對面還有一點距離 那加上呢這個緩衝時間啊 像這個紅燈啊 都會大概有三五秒的時間 有繼續讓這個 其他的契機車 有些還來不及過的趕快過 所以呢會有這個緩衝的時間 讓行人呢也可以慢慢走 而且加上呢大家可能也會覺得說 欸修法之後啊 對修法之後那可能 呃接下來可能過了之後 對象的車過來看到紅燈 還有人在走他也不敢直接闖過去 那他也會覺得說 欸我自己好像沒有這麼危險 因為可能沒有人想法 這六千大家都會讓我 所以我就乾脆慢慢走過去啊 那但雖然這樣子可能是一個想法 但是還是呼籲說 各位觀眾就是如果 真的遇上紅燈了 你還是儘快的過比較好 嗯確實 或者說真的只剩最後幾秒 大家也不要緊 再等一下等個30秒60秒 或者是最久一點180秒 最安全的做法 時間足夠再橫越馬路會比較好囉 那我們今天謝謝郭穎 分享我們這個馬路上大小事的關卡了 謝謝 T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 晚間七點到九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